520除以3 你说520除以3 为什么除不近 因为爱情里 是容不下小三的 错 因为小三 是永远也除不近的 专业老司机 热心小达人 让我们一起 热不 如今的社会越来越开放 对于性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像婚前同居这类的 很多人都是一种默认的态度 那么你接受婚前新行为吗 把你的观点 或者爱约不约的官方公众号 告诉我们吧 肯定是不接受啊 当然接受啊 对女生而言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同居 都是耍流氓 你怎么知道 她是不是命中注定的人 女生还是要自爱 情道深处自然趴嘛 请不要把性作为婚姻的前提 只要做好安全措施 有啥不能接受的 和女生发生性关系 就要为一时的欢愉负责 如果你没有能力 付不了折 就不要回到她的清白 说不好听点 婚前性行为就像是车 买的车不是车 你怎么知道性能如何 能跑多久 有一些男生有处女情结 知道之后会嫌弃女生 甚至是抛弃 女生势必会受到伤害 爱一个人就要好好对她 拒绝处女情结 婚前性行为是个人选择 不涉及道德问题 有婚前性行为的女生 在之后的情感中 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 性行为并不能证明 你们有多相爱 婚前性行为 可以享受爱情的甜意 可以是增进男女感情的催化剂 性又不是洪水猛兽 双方体验到快乐 自己不后悔就行了 就像下面这位父亲说的 总之 这个社会很开放 但也没有那么开放 把握程度 善待自己 跟对的人做对的事 愿接下所有有机人 细生活的和谐美满